大家好,春天很多花园都会选择给多肉进行叶叉 让它能够尽快的繁殖出更多的多肉 但是很多人在叶叉多肉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 导致多肉没有办法直接长根 而且还会导致多肉腐烂 那么是哪个问题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给多肉叶叉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证它的盆土处于一种微微湿润的状态 如果盆土太干燥 如果你一直不给它补充水分 就会导致它发不了根 那么我们给它保试的时候如何保试呢? 很多花园可能会直接拿个水壶 全部往它盆土里面浇 这样很容易导致这个植株积水黑浮 所以我们保试的时候最好就是拿一个喷壶装点水 对着它这个一片稍微喷洒一点水雾 一定要是水雾才行 因为如果你直接滴水也容易导致它黑浮 喷洒这个水雾之后 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通风阴凉的地方 这样它很快就能够发根了 像我这个现在是已经发了根了 而且长势还特别的好 那么等到它这个长了根之后 然后等它扎入土壤之后 我们再给它浇水 然后慢慢的增大这个渐光的时间 然后减少它土长的问题 后续它的长势才会更好 所以我们在给多肉叶叉的时候 只要注重好保湿这问题 这个多肉很快就能够长根 而且后期的长势会更好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